欢迎收看12月1号的财经Espresso 晚上好 我是家讯 位于敦拉萨贸易中心的TRX商场 周下一开业 人潮络绎不绝 联厂研究分析员表示 TRX商场 阳光广场以及吉隆坡不威年 如今是市中心最靠近且规模不相伯仲的大型商场 各占优势 但免不了计划房产信托领域的竞争 繁锡员指出 TRX商场开张 面对最大潜在冲击的会是博威年广场 原因是 阳光广场是国有双风塔的地标 而且出租面积大于TRX 因此受到的影响相对减弱 繁锡员也拿出数据说话 指博威年广场在2007年9月开业后的第一年 阳光广场的零售收入依然保持强劲 财报也显示 博威年广场开张后的两年 KLCC产业信托的营收依旧增长了8.2%和13% 分工于过去几年 勘探强化计划 国家石油公司Betronas及其下石油安排承包商 今年在国内共发现19个油井 其中超过一半的新油井都是在沙拉越盆地发现 与此同时 国有也成功完成两项探索评估 贡献超过10亿桶有当量 分析员认为 尽管国有日前宣布的第三季营业额和净利下跌 但资本开销上涨至129亿令吉 累计首9个月达343亿令吉 肯纳格研究分析员指出 只要布兰特原油价格维持在每桶75美元以上 国有将增加资本开销到明年达60亿令吉的水平 另外 马银行研究分析原则预计 国有2024年派给政府的股息可能只有321令吉 这将为国有提供额外的空间 并加大资本开销到更接近600亿令吉 但无论如何 分析原址根据他们的观察 国有必须在三个主要事项中取得平衡 即资本开销 政府股息和维持财务稳健 大马五家本地移动网络运营商分别是天地数网 敏讯 由毛宝 马电讯 以及杨中里电力 签署了股份认购协议 以收购国家数字公司DNB70%的股权 这五大运营商各持14%股权 向DNB注入2亿3300万令吉 而剩余的30%股权和一股特别股 政府将通过财长机构持有 根据DNB 截至今年10月底 国国已经录得360万份5G服务顶月 采用率为10.8% 新闻结束之前 欢迎订阅百格 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再会